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晨曦史丹利 這個夏天有點長而且還蠻熱的 那今天就是呼聲很高的穿搭指南 跨界幫助各位男生理清思路 學習穿搭知識 構建個人風格 用最少的單品搭建自己的長期主義衣櫃 視頻會分為夏秋篇和秋冬篇 每個視頻裡面會包括上衣 褲子 配飾 鞋子 四個方面 每個方面的單品盡量不超過五件 在這邊我們不談論戶外運動等等的功能性穿搭 說的是日常穿搭 耐心看完這兩集視頻 相信你在穿衣打扮上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如果想快進到穿搭實力講解 可以到這個部分 這期依然是沒有廣告 但是廣告未開放 衣服的購買渠道上 我首先建議線下店 然後是官網 官方旗艦網店 再然後是發發起 sense 得物 再然後是可以信任的代購 衣服鞋履香包的假貨泛濫 我旗幟鮮明的抵制和反對 仿真的假貨 不支持 並討厭山寨 不提倡設計超級平替 平替就是我實在找不到我想找的那個單品的時候也會買 這兩期視頻最具有價值的地方並不是我穿得有多好看 而是匯總了我各個前女友嫌棄我的點 加上無數真金白銀的冤枉錢 再加上我認真的研究告訴大家我是怎麼構建穿衣理念和審美的 首先穿衣服是為了舒適並且好看 版型和材質共同決定的舒適度 其次是意大利程度和耐久 大部分由材質決定 先聊舒適 每個人對舒適的指標不同 看你的活動量多少 像我每天輕鬆突破一萬步 喜歡蹦蹦跳跳 坐地鐵 用共享單車觀察人間 那對於舒適的要求就會更高 好看但是不舒適的時裝款會勝選 但如果你日常穿搭主要是上下班通勤 走路不多 那麼顯然可以把這個天品更多的調向好看 我們會在各個單品之間不斷的聊到 舒適和好看是如何體現和平衡的 如何舒適呢 和聲親膚動靜皆宜 先說和聲 我們要用坐公交的錢買一個這樣的良衣尺 然後獲得以下幾個重要參數 身高 肩寬 胸圍 腰圍 臀圍 大腿圍 腳長 這些是我認為最重要的參數 其他像是袖長褲長當長這些參數 更多是用來描述衣服的版型和穿著後的風格的 我們不用太糾結 如果各位不在生長期而且飲食規律的話 這些參數請當作自己的電話號碼 或者身份證號一樣記勞 不然哭泣的就會是你的錢包 這些參數都以厘米為單位 根據我們買的東西的實際尺碼表進行換算 比如說我的腳長是270厘米左右 不一定對應鞋子的尺碼42.5或者美碼8.5 要根據具體鞋子的尺碼表 比如說我身高182厘米 但並不是買衣服的時候都買L或者標明180的衣服 而是要看胸圍肩寬 再估算衣場來看合身不合身 褲子不是總買31碼 而是找到10碼表看腰圍臀圍和大腿圍 有了我們的身材密碼就要用來分析自己的身材 這幾個數字都可以調整 調整的依據就是我們覺得合身衣服的實際尺寸 比如說你人在優衣褲看到這裡的衣服褲子裡面標註 它可以分成Slim修身Regular常規版型 Relax休閒版型和Oversize寬鬆版型 但是千人千體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那麼幾個維度 跟別人不太一樣 可以先從Regular常規版型開始嘗試 我就知道我的身體跟常規版型的人有哪些區別 身材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就拿我為例子好了 衣服來說相比於我的胸圍我的肩膀是比較寬的 這個是身材上的優勢 但常規版型的衣服穿在我身上常常會顯得很拘束 需要肩寬更大一點 褲子來說我的腿長不算長 所以喜歡買偏中腰或者高腰的衣服 在提高腰線的基礎上讓上身盡量占到三分之一的比例 然後因為從小鍛鍊我的大腿很粗壯 所以常規版型特別是修身的褲子大腿也不夠 鞋子來說我是高腳背而且不是平足 像是大火的Adidas Samba這樣的鞋型 看起來很低平修腳型 但是如果給我穿就會像是一個美麗型具 剛才我說的這些對於自己身材的理解 一定要在大家記住自己的尺碼基礎之後 通過線下穿衣服 試一間去試去調整 也可以在網購的時候主動把自己的身材特點告訴店家 讓他給你推薦合適的尺碼再試穿 網購也不用害怕不太合身 第一我們有七天退換後的試穿 在愛護衣物的前提下先試看看合不合身 第二就是買大了叫做餘量買小的是絕對不合身 買大了你可以找裁縫適當的修改 尤其是像褲長袖長這樣好調節的地方 要是我不說你是不是忘了世界上還有裁縫這個職位 他們就在你家樓下 根據我們自己生活習慣 判斷對舒適的需求 了解自己的身材和尺碼 這樣我們就可以基本能買到舒適的衣服了 但舒適還得看服飾的用料板型和工藝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在實際穿搭中去體會這個舒適跟好看 第一套穿搭是經典的穿搭101教學 牛仔褲和白T的搭配跨越時代的經典 看看最簡單和經典的搭配我們有什麼講究 在穿衣技巧上面 上衣我喜歡Taking 就是放進褲子裡面 衣服會過時 但是黃金比例的視覺法則是不會過時的 大家可以把衣服塞進去調整身材比例 或者是有意去購買一些衣長比較短的衣服來拉高我們的腰線 這裡的腰帶頭的五金件 很多人喜歡這樣自然的垂下來 但是我的穿法依然是把它背進腰帶裡面 那手錶這邊有一個佩戴Tips 要讓這樣的鋼帶手錶完美的居中在我們的手腕 可以把六點位置的鏈結收短一到兩節 這樣子雖然錶帶結束不對稱 但是更容易讓錶扣在你手腕背面的居中位置 一件白色的T恤可以凸顯出你生活環境的整潔 給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99元的優衣褲Arizen做工肯定是過關的 但是要注意款式 Arizen有常規版型 面料薄適合內穿 夏天我推薦這個黑鏢聯名系列 是寬鬆版型的 優衣褲這個品牌很神奇 給人留下舒適和面料科技的印象 冬天的HeatTech保暖秋衣 我相信很多人也有吧 我們可以把優衣褲基本款做工用料 當作是基礎標準 去摸去感受過關的面料是什麼感覺 這件優衣褲的版型是寬鬆 有點落肩叫Drop Shoulder 材質還算過關 羅紋的領口面料是全面的材質 舒適但是抗揍性不太好 這套穿搭的重點其實是在牛仔褲上面 我也是從Revice的501經典Temper 錐形牛仔褲開始穿起 一條好的牛仔褲可以伴隨你很久 牛仔褲的材料 單寧也很難降解回收啊 所以從環保的角度來講 我們也不要亂買 牛仔褲本身彈性不好 所以牛仔褲的優勢就是 舒適挺闊的造型 但是舒適性呢肯定是不如運動褲的 牛仔褲的版型有很多的分類方法 各家對於自己的版型有時候有獨特的叫法 我選擇了這條牛仔褲品牌來自Olexi 數碼印刷做出來了這種非自然的色落效果 版型他們叫做Third Cut 有點像喇叭褲啊 但是似喇非喇我願稱之為如喇 是一個娘悶平衡尋找的非常好的牛仔褲 褲頭前後落差比較大 更適合男生穿一點啊 背後口袋的位置不會很高 口袋高會顯得你的臀部比較翹 男生大可不必 還有很多小細節我比較喜歡 比如說這個縫線是一層針縫線 三層印刷縫線 比如說它的破壞效果是通過打印仿針 不用擔心洗牛仔褲會破壞這些效果 那褲腿的側邊呢 還有一個印刷的假的牛骨 牛仔褲一般是皮鏢 但是這個鏢是PVC的實裝感更強 那翻開褲腿檢查做工有刺耳 特殊鎖邊做包邊 褲子不是傳統的單寧布 而是用了棉字的斜紋布 相比傳統牛仔褲不會那麼磨皮 我走路太多啊 曾經手擺動插到牛仔褲的側邊都流血了 所以舒適跟好看它都有我非常喜歡 在配飾上我選擇了卡蒂亞的三度式 不規則懸上的卯釘很有工業的設計感 關於手錶的審美和選擇可以移布我們的往期視頻 項鍊就是網上隨便買的 我很喜歡這個全市之眼的這個象徵 然後晶瑩相見的搭配也可以跟手錶的顏色做個呼應 來到第二套穿搭 其實是第一套穿搭的一個變體 卡其褲白T 首先是穿搭技巧 這樣的單肩背包可以有很多的背法 我一般喜歡斜胯 當然你也可以單胯 如果你今天放的東西不是特別多 還可以把包的袋子收起來 這樣放在裡面單邊胯 剛才是寬鬆版型 現在是合身版型的白T 肩線與肩膀平齊 領口的收口採用更寬鬆 但休閒的感覺來中和一下普通版型的死板 領口也是簡單的鎖邊設計 這件單膿的白T比優衣庫貴很多 但是也不會太誇張 白T它是一種消耗品 不用買到設計師品牌奢侈品牌的普通版型帶logo白T 除非你想給他們捐錢 說回單膿這件 面料這個彈性好不易揍 而且基本不透有一定的份量 洗完之後也基本不縮水 雖然不是純棉 但是主打就是一個乾淨舒適 褲子是卡其褲 一個很百搭的褲子 其實淺中泥土色很適合亞洲人穿 很多人怕穿淺色衣服容易把自己襯黑 其實你看膚色越是深的人 他越是敢穿鮮艷的衣服 所以我們需要先勇敢賣出這一步 敢於做淺色穿搭 褲子來自Epprocrombie 常規的版型小腿稍稍收窄 做工合格 褲子彈性很好很舒適 缺點是太容易皺 Epprocrombie這個品牌很多人不太感冒 因為賣的大多都是基本款 但除非你對穿搭很有把握 會拿捏各種時裝款 我們日常穿搭的基調 還是以基本款為基礎 再加上一兩個stament piece 就是你身上很亮點的部分 那這樣一套穿搭就可以出彩了 Epprocrombie的褲子很好的一點 就是它的尺碼很豐富 腰圍和褲長可以分開選擇 我腿短喜歡把褲子拉高 所以在不適一的情況下 光看這個褲長素質會沒把握 非時裝款合適的褲長一般有一個範圍 不合適的褲長會在腳邊有個堆積 然後如果褲子太長的話 依靠捲褲腿也沒有辦法拯救 尤其是褲子材質不好的話 捲起來會更邋遢 是這種災難的效果 合適的褲長應該像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西裝褲長的一個guide line指導法則 像是堅信full break的褲長 這個在腳踝處有一到兩個的褶皺 然後合適的褲長我們在坐下翹腿的時候 襪子會露出來一截 手錶的選擇上因為全身都穿得很休閒 所以一個不用設定時間的卡西歐小一塊就很合適 包也可以作為配飾的一部分 這個包來自Daniel Lee的經典設計是BV的Cassette 一個深綠色接近黑色的牛皮表面 肩帶上有一個做舊的三角形五金件作為配飾 現在人很容易對奢侈品包去魅 因為有些包的做工真的很差 我會喜歡看Tenner在油管上發的視頻 他的視頻經常把奢侈品包拆開 並且從用料成本上去算奢侈品的溢價 那這個溢價大概是15倍以上的材料加人工成本 大家千萬不要支甲買甲 因為可能某奢侈品它200和2000的房品 一樣是廉價材料做的幾十倍的溢價 造假的商家是沒有誠信可言的 那這款包它經典的皮面編織和很好的皮質 我願意為這樣從90到95分的設計和做工去為它買單 這套穿搭我選的鞋是德遜鞋 深膠底 反融面 真皮 三個特點元素放在一起真的非常適合穿衣搭配 這雙鞋來自一個很便宜的國產品牌 應該叫做Milch Bart 我不太清楚怎麼讀 優點就是它的鞋面到鞋底有自己的設計 穿著舒適 缺點底有點太薄 走路的時候有點勢足行走感 然後那裡是豬皮 所以穿白襪子的時候容易掉色 我曾經也是一個只買球鞋的鞋頭 但是其實鞋的種類真的很豐富 適合穿搭舒適性也高的鞋子 還有很多請大家不要再迷戀耐克了 一雙被炒賣的球鞋賣價 可以買到其他很多很好的鞋子 德遜鞋上很多人也會選擇馬吉拉的德遜鞋 這款鞋設計也很經典 但是售價是我這雙的10倍 其實類似的百搭的膠鞋有很多選擇 比如說大火的Adidas Samba 和類似Samba的Gazio Spacias 比如鬼州湖的Onizuka Tiger Mexico 66 比如說瑞布的Club C Puma Clyde 這些都有深膠底白色皮面 熔面這幾個經典元素當中的一個或多個 如果說前兩套穿搭教大家怎麼穿好基礎款白T的話 那麼下一步就是怎麼樣都不會出錯 而且上鏡的夏日全黑搭配 顏色上全黑不容易出錯 而且純黑容易在視覺上有收窄身材的效果 這一套穿搭我們要穿的有特色的話 還是需要有些思考的 那這套穿搭我們的目標是黑出層次 在穿搭技巧上這條褲子其實是一個重大失誤 我應該買的是直筒版型 但買成了收窄款 而且尺碼相對小了一點 如果按照原本設計 它的九分褲穿法就會重大翻車 但是我靈機一動呢 用這個薄的長襪跟這個褲子做了一個過渡 用黑襪子來做褲子的一個視覺延伸 然後呢就是用皮帶作為裝飾 我最開始是看到Johnny Depp會這樣子斜著記皮帶 然後呢我這條褲子它是沒有庫盤的 但是我又發現在Prada的繡場裡面 他們會故意把皮帶這樣子綁著當作裝飾 我就把皮帶當成配飾了 然後是歪著帶的 那這樣算是一個小細節 千萬別問我上廁所是怎麼辦 我是不會掩飾的 上衣呢是寬鬆版型的COS 我是在商場裡面看到的 早期買HM的時候呢 因為他們的衣服會掉扭扣 或者很容易洗壞 所以我對這個牌子已經不信賴了 但同屬於一個集團的COS 我還是很喜歡的 更貴但是質量可靠 這條T恤就屬於看照片沒有任何感覺 但是看實物用量很實在 而且近看可以看到黑色衣服上面的光澤 像是使用了高知高密的棉料所泛的光 那這類的衣服它的材質的細膩反光 和顏色細節差異啊 大多數用手機和一些相機是拍不下來的 褲子是三宅一生 如果說日潮裡面穿酒保齡非常的挑人 那麼三宅一生是大多數人都可以駕馭的 他們的當家設計語言就是這樣的褶皺 有句開玩笑的話說穿三宅的人全身沒有一處是平整的 鞋子一直沒說我選擇的黑皮鞋是Pair Boots 一雙抵燒厚的黑皮鞋可以幫助穿搭 我買鞋的心路歷程是這樣的 我糾結過正裝的牛津鞋得比鞋 但我不會穿西裝 然後開始糾結馬丁靴 但是看了Envio的拆解視頻之後 對Dr.Martens這類鞋子的做工頗感失望 糾結過大靴子 阿梅卡基的玩家很愛的紅衣 但是買來之後又退了 因為我實在是穿不了那麼重的鞋子 不舒適 又糾結過時尚穿搭博主人手一雙的Greedy 應該是這麼毒的吧 最後在時裝和舒適之間選到了自己舒適區的Pair Boots 相比主流的鞋型Michelle和Boots 我選擇了Chimney 莫卡辛的鞋面 炫頭車上的U型車線是最大的特徵 然後號稱是用了挪縫 但應該是固特裔的工藝 我們這段把鞋底穿壞了也很方便 換鞋底皮料不錯 油脂感充實 形成的折痕也很自然 從來不穿皮鞋的我剛開始穿有點不舒服 但是磨合一段時間算是走軟了一點 我自己是加了一個後跟填充 還因此學會了怎麼給自己的皮鞋清潔和打蠟 皮帶來自Anderson's 3厘米的寬度適中 太細的皮帶會顯得太娘 太粗的皮帶會存在感太強 最最簡單的針扣設計 故意買短了一截這樣皮帶就不會入皮帶頭 比較適合我這樣子做為配飾的時候的搭配 就是衝著皮製選擇了這條皮帶 如果真的全黑還是會太沒有亮點 所以這套衣服的Statement piece就是來自於這個項鍊 朋友推薦給我的牌子Sweet Lime Juice 倫敦東需的設計的手工品牌 純銀的混搭鏈 鏈長比較長可以修飾一下我的大臉 還有被圓領裸口束縛住的脖子 那項鍊其實有很多很棒的小細節 比如說它的銀飾上有很多做就的細紋 然後這個藍色的告石後面是丹寧牛仔布包裹的 這一點也是他們獨有的設計語言 因為這個項鍊是銀色配藍色 那手錶上為了做個呼應 選擇了銀色鋼帶和藍色面的Omega 第四套穿搭會稍微運動一些 剛才我們嘗試的是全黑的搭配 核心思路是穿出層次 然後把視覺重心放在配飾上 拓展一下思維 其實如果一身深色的穿搭都可以這麼操作 那這套在穿搭技巧上有一個點 就是我們的項鍊不一定要戴在脖子裡面 可以掛在領子上 這樣子項鍊就可以好像變成衣服的一部分 也適合對金屬過敏 但是又喜歡戴首飾的朋友 這個襯衫的古巴領正好和疊穿鏈搭配 短的這一部分 收到了古巴領的下半部分 襯衫是Urban Revivo 我沒有選擇亮色的白背心 而是選擇了同款灰色的內搭 UR是國產的快時尚 但是經過我質量檢驗還是不錯的 我對衣服質量檢驗的方式很簡單 能夠穿到兩季以上的質量就算還不錯了 H&M還有 Forever 21 就從來沒有經過過這個考驗 這個襯衫雖然是簡單的灰色 但是表面也會泛光 用料還不錯 褲子是來自GR10K 褲子自帶一個綁帶 兩邊有這樣子可以全拉開的拉鍊 全拉開會變成高叉 我不知道有誰會真的全拉開穿 設計上最有亮點的部分在於膝蓋的自然褶皺處 我們剛說過褲長不合適 會形成腳踝的過多堆積不好看 但是這條褲子它的堆疊很自然 並且是在膝蓋部位 從側面看這個褲子是有點往前傾的 給人一個往前的動視 我覺得找到一條合適的褲子會比上衣難很多 這條褲子有戶外的實用性 同時版型又特別的好 那GR10K這個品牌 是來自於一個原本生產主燃防水 甚至是防彈軍工裝的一個衣服廠 後來變成一個特殊面料的實裝品牌 我可以稱它為親機能風時尚 這條褲子採用的是混紡羊毛的可水洗面料 可以直接接觸皮膚的穿著 那靜看的時候其實這個衣服是有些刺膚感的 但是動起來的時候這個感覺就沒有了 這樣的穿衣風格總體是好看和輕鬆 手錶我選擇了Blue設計的鋼帶手錶 有計時功能也和整體的穿搭 做一個自我安慰式的呼應 這一期視頻的最後一套穿搭 全身都來自丹龍 這套主打的就是一個男生心中式的感覺 乍一看有點像鄉下的文青 但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這樣的穿搭也是我平常上發布會 或者去演講時候會做的選擇 有個性但是不至於過於隨性 丹龍這個品牌有很多的線下商店 是我認為在國內男裝裡面設計非常有格調的牌子 國產裡面相比於江南不一系的牌子 比如說素鞋我更喜歡他們的風格 那用料也更講究 雖然經常被人吐槽說是中年文青穿搭 但是它也以稍低於國外設計師品牌的價格 在用料和版型上做了很多創新和設計 大家線下購物的時候可以問店員 像是棉麻材質需要額外打理的時候還是需要注意的 那其他面料他們基本都很實穿 這真的不是廣告 這件上衣的襯衫我也是可以換成垂感更強的深藍色 這件衣服是怎麼樣都捏不皺的質感也非常好 大家如果有想買花紋襯衫也可以買這種花紋不是很明顯 或者花紋很抽象的 我已經幾乎不會買帶有圖案或者文字的T和襯衫了 我個人覺得那樣的穿搭會讓大家把注意力很容易放在衣服上 而不是你這個人本身身上 那這件衣服它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點就是 它的內搭的T恤是一個半高領的設計 大家可能看喬布斯每次上發布會的穿搭就是 一件來自三宅一生的半高領T恤 這樣的半高領衣服也會很顯質感 那這就是本期視頻介紹的所有穿搭 那下一期我們會來到穿搭視頻的秋冬篇 依然會有很多穿衣的知識啊 搭配的細節和思路以及單品的推薦 這也是晨曦史登尼 那我們在下期視頻當中再見